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吉士伍格勒对阵日本选手功成贵制的比赛 吉士伍格勒身高1米68体重57公斤年仅21岁 吉士伍格勒从他15岁的时候就独自背着书包踏上了学武之路 经过吉士伍格勒的不懈努力在2016年的时候吉士伍格勒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而后吉士伍格勒分别击败了日本选手和俄罗斯选手 也渐渐开始展现他无限的潜能 吉士伍格勒其特点是耐力和爆发力都非常惊人 赛前日本选手的战绩为四战三胜 而本场比赛则是吉士伍格勒的首秀 比赛开始后日本选手就猛中上去想要爆摔吉士伍格勒 但是很快被吉士伍格勒争脱了 而后日本选手想要再次爆摔吉士伍格勒 结果被再次争脱的吉士伍格勒以连续重拳暴打 接下来日本选手又再次多次尝试想要爆摔吉士伍格勒 但是都被吉士伍格勒成功挣脱了 第二回合才开始没多久吉士伍格勒一记着手重拳将日本选手打亏 而后吉士伍格勒就猛中上去将日本选手压在身下 最终吉士伍格勒以连续重拳直接KO对手赢下了比赛 赛后日本选手被衣物人员参起表情极其吐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后 fficientul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